近日,果敢同盟军同时在三个方向推进,第一个方向是果敢老街城区,目前已经基本收复了东城和南城,正在一步步收复其他的城区和缅军司令布米线沟。 而果敢白家位于西城,由于签订了临时和平协议,同盟军与缅军在老街处于停火状态,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爱观历史。 据说是要等到12月30日,缅军全部撤走,同盟军才能彻底占领果敢老街,至于白家和卫家的武装民团构造的所谓防线,根本就不堪一击。 现在已经有不少民团已经提前向同盟军投降了,缅军都被同盟军打得溃不成军,这些民团根本连一战的勇气和信心都没有,白索成给那点钱想让他们白白送死,他们可不傻,有老街那边的消息传出称,白索成带着一支金汉小队, 已经悄悄逃离了老街,进入了山林,计划去泰国避难养老。 12月18日,缅甸政府军空军部队频繁出动,缅甸空军的米8直升机紧急向南天门山的缅甸政府军守军提供物资,但要补给,这两天,我赶同盟军正向南天门要塞发起进攻。 远处可以看到南天门山的阵地腾起烟雾,据说是铜龙军无人机在轰炸,这座位于海拔2100米高度的南天门山,部署有数十个缅军要塞和炮兵阵地,一手难攻是个硬骨头。 果敢铜龙军的战略是通过切断缅军的生活物资,断水,断粮,并监控围困南天门的缅军守军。 但是随着羊龙寨口岸的光复,老街的大局已定,南天门这个钉子也到了必须拔掉的时候了。 12月18日,同盟军在收复羊龙寨口岸的时候,差点中了免军的奸计。 白天同盟军进攻的时候,老免驻军主动撤离羊龙寨口岸,同盟军和平接管,整个过程没有发生一枪一炮。 而在晚上免军玩了一出回马枪,企图反扑夺回口岸。 不过被同盟军击败了,不少免军士兵来不及撤退,主动走出来缴械投降。 而同盟军也没有为难他们,挨个都给他们发放了路费,打发他们走了。 收复羊龙寨口岸对同盟军有着特殊的意义。 2009年8月29日彭德仁率部败退至羊龙寨口岸时,同盟军战士战至最后也不愿意离开故土。 8.29号成了同盟军的祖耻日,免各方停火一天再交火。 从抓捕难度上来说,这次确实比上一次要困难不少。 一个是人数上,上次通缉令上只有四个人,针对的也只有明学昌一家。 而这次人数提升到了十个,针对的势力包含了当地数个家族。 另一个是实力上,虽然明学昌曾担任过国赶县县长,是缅北居父之一, 在当地的势力盘根错节,但与缅北国赶四大家族相比还是弱了许多。 而中国的通缉令中,四大家族的主要成员基本都在名单上。 四大家族掌控着当地的行政和财政甚至指挥军警的大权,是不折不扣的土皇帝。 他们利用这些权力进一步发展赌博和电炸等灰色行业,深深扎根在国赶这片区域。 此前,中国曾与缅甸军政府多次联合执法,其他地方都成果斐然,唯独国赶不仅不配合,气焰还十分嚣张,甚至传出杀害中国执法人员的消息。 由此可见,四大家族在当地的势力非同反响,不排除是因为这些原因,导致目前十份电炸通缉令的效果有限。 另外,也有可能与缅甸目前复杂的局势有关,缅甸同盟军,若开军等三支地方武装发动1027行动已经快两个月了,期间地方武装与缅甸军方经过和谈与短暂的停火后,再次交火。 缅甸军政府的形势不太妙,根据外交部16日消息,在中国斡旋下,上周地方武装与缅甸军政府各自派了代表,在中国昆明召开了和谈会议,双方就临时停火和保持对话等事项达成协议。 会议取得了积极成果,成果确实有。有报道称,双方达成协议后,交火频率明显下降,并于14日停火了一天,但仅一天后,战火再次变得激烈,地方武装宣布从军政府手中夺下北部善邦一处贸易枢纽,据《联合早报》,近日报道称,自1027行动以来,三家地方武装已经从缅军手中夺下422个据点和7个城镇及4个边境口岸,不难看出。 在应对地方武装时,缅甸军方表现得相当吃力,局势根本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政府围剿地方武装,反而地方武装想打就打,关键是据点和城镇还能完全打下来。 看现在的情况,缅甸军政府是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压住地方武装了,而地方武装想推翻军政府也很难,缅甸这场内乱恐怕还要持续一段不短的时间,对此,中方再次发话,希望缅相关各方加紧落实业已达成的协议和共识,彼此保持最大的克制,主动缓和现地局势,即使管控突发个案。 中方将继续做缅北地区指战促谈工作,共同推动缅北局势软着陆,根据之前的约定,缅甸各方将会在12月底再次进行和谈,希望缅甸各方能早日实现长久停火,也希望缅甸军政府能尽快与中国一道将电炸势力彻底铲除吧。 同盟军第三次返乡之战 1027行动开始之后 果敢同盟军取得了节节的胜利,目前果敢地区只有老街还未解放,这几天正在与缅军和伪军开展激烈的巷战。 就在这一段时间,网上不同的声音多了起来,很多人开始质疑同盟军打着打击电信诈骗的口号,但是并没有真的反电炸,而且还收那些盘总高额的保护费。 有人质疑,即使没有果敢同盟军,果敢老街依然会将打击电炸推进下去。 此外,果敢同盟军配合中国的倡议去和缅军和谈,和谈期间,缅军不顾中方态度突然就撕毁了停火协议。 向同盟军大肆轰炸 大家都比较清楚,在果敢同盟军发起军事行动以前,果敢老街当局仅向中国移交了300多人设诈人员。 后来是由于果敢同盟军的重重围困,果敢老街当局才向中国移交了3万多人的电信网络诈骗嫌疑犯。 这个是看得见的功劳。 那么有人质疑说,即便是没有果敢同盟军的介入,果敢老街当局依然会推进打击网络电信诈骗的活动。 早在两年前,白英能已经关注到了电信诈骗行业,他是果敢地区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比较积极的上层头目之一。 白英能曾经在做电视节目时说道,两年前我们就曾经下定决心消除电信诈骗行业,但是在接下来的两年中,各种困境趋势中,网络电信诈骗行业也不能被完全克制的同时,行业资源竞争反而催生出各类人口绑架买卖,敲诈勒索等案件不断出现。 大家看到了吗?两年来果敢地区电信网络诈骗行业并没有被消除。 为什么没有被消除?原因其实很简单,就是因为缅军在果敢老街设置的独特的行政体系造成的。 一方面,果敢整个行政系统要缅军方的意志。 同时缅军方又在果敢设置了四大家族,四大家族互相博弈,互相竞争,互相撤肘,谁也不听谁的,所以任由电信网络诈骗行业也蛮生长。 而缅军方坐享其成,从中又坐收渔翁之力,所以缅军方更不愿意管老街的电诈之势。 可以看出来,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,果敢老街是绝对不可能快速地实现电信网络诈骗的清零的,这还不是果敢同盟军的功劳吗? 有人说,果敢同盟军打着电诈的旗号,实际上是为了返乡之战。 果敢同盟军收取盘总高额的手续费。 近日,果敢同盟军发布了,博斥网民诬陷我军收取巨额保护费的声明,该声明提到。 近日,有人以同盟军收取电诈人员巨额保护费为噱头,在网络自媒体平台上诋毁我军声誉,企图抹黑我军形象。 声明重申了同盟军打击电诈的初心和决心,同时又表明了坚定的立场。 同盟军说,绝不会自定政策自行违反,做出自我否定,自打嘴巴的蠢事来。 大家能体会到果敢同盟军到了什么地步了吗? 到了必须要发自我声明的程度了。 我们作为普通网友,看了同盟军到了不得不发声明自我澄清的地步,还是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无奈和悲凉涌上心头。 因为大家也都看到了,同盟军发的只是个声明,而所谓声明又是什么呢? 声明从本质上就是一个自证清白的,一个表明心计的公开信。 果敢同盟军扛起了反诈的大旗,当初正魔刀祸祸地展开与缅军及果敢老街四大家族战斗之时, 难道刚刚开战就违背自己的誓言,去悄悄地收取这些盘总高额的过路费吗? 想想,这就是一个谎言。 自毁形象相当于是自毁长城。